大家好,我是Edie,欢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一般人就会在他们的手帐里面记录下 他们每一天发生过的事情,日记,代办事行等等的事情 但有时有些日子真的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好像没有东西写在手帐里面 所以手帐填本版这个系列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来到第三集,我们就会在手帐里面记录下我们的OOTD 那我们立刻开始啦! OOTD就是Outfit of the Day 但跟一般的OOTD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会用 画的方式去将你那一天的穿搭去画出来 我自己画手帐就喜欢比较简单 用简单的线条去将形状去简化 那我今次就会用木颜色去弃稿先 然后再用水彩上色的 那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上色的 例如木颜色啊,广告彩啊,粉彩啊等等 画穿搭的好处就是 每一天都一定有东西可以写到手帐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穿衣服的嘛 而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训练我们的画工啦 因为其实很多的衣着都会有很多立体的部分 在穿上去的时候会有很多阴影啊,皱洁的地方 那要画得像真就好考我们的观察力了 而且在颜色运用上面也都好考技巧的 所以我就觉得呢,其实画OOT的也是挺有挑战性的 那画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旁边填每一件衣服 在哪里买回来啦,还有写这件衣服有什么特色的 那如果你觉得填这些没什么意义的话呢 你可以写一下你今天是要去什么聚会 或者有什么活动呢,所以你要穿这件衣服的 你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啦 希望这个video呢,可以帮到你在你没有灵感写手帐的时候 多一个灵感啦 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说过去画食物啦 今次呢,我们就说衣着 那我觉得衣着呢,比起画食物好的地方呢 就是晚上呢,画的时候呢,不会那么肚饿啦 那不知道你又觉得这个idea是怎样呢 你会不会都在手帐里面试下记录下你们每一天的穿搭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就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我这个channel呢,就会讲一些手帐啦 文具啦,生活的东西的 如果你再想了解我多些呢 你也可以follow我的IG的 或都会在IG那里发布每个月设计的日付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bye bye 拜拜